每日有星光阿科 堂科不停 大家好 爱人的小二又准时出现了 话不多说 直入主题 10月9日又一位明星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她就是赵露丝 而今年也是她的24岁生日 她的生日刚来到工作室就卡点送祝福 你好24岁的赵露丝还晒出了一张赵露丝的海报 海报中赵露丝闭着眼睛用双手拖着下巴显得非常可爱 而在赵露丝微博也是同样的热闹 生日微博一出粉丝们就争相送出祝福 零点刚过就已经有上万名粉丝 留言送出自己的祝福 而且每条祝福都是诚意满满 用各地不同的陶祝福赵露丝 让人温暖的同时也很感动 不过评论区还有一点非常奇特的地方 就是前排的粉丝几乎都是双人卡通头像 而这个卡通头像似乎都是吴磊和赵露丝 也就是说这些粉丝都是无路可逃的CP粉 这个相信的确很奇特 赵露丝生日评论区成为了CP粉们的狂欢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此前的新汉灿烂确实是有效播剧 也吸收到一波粉丝 而生日到来怎么能少得了正主呢 在凌晨的一点多 赵露丝就在微博晒出了轻声的现场图片 赵露丝显得非常开心 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吊带裙 捧着脸大笑很是好看 而在她的前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蛋糕 有一层的两层的三层的 上面是各种好看的图片 还插着一支蜡烛 评论区中也是各式各样的祝福 为赵露丝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还有赵露丝两部未播剧后浪和偷偷藏不住的微博 也在第一时间晒出了海报送出祝福 后浪官微发文 正直善良 勇往直前自由潇洒的元气小太阳 森头头生日快乐 海报是赵露丝闭着眼睛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许愿的图片 非常应景 而刚杀星的偷偷藏不住也不甘落后 晒出了一张海报并配文称 陷入你的俏皮可爱 笑夜灿烂似暖阳 祝我们的鬼马少女丧志生日快乐 愿好运常与你相拥 图片是赵露丝穿着校服扎着马尾的样子 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非常可爱 有这么多的祝福 相信赵露丝这个生日肯定过得非常开心 而其实不管是CP粉也好 个人粉丝也好 都是粉丝也就没有必要粉得这么清楚了 如果真要分还要分成妈妈粉 女友粉 事业粉等等 那不是更麻烦 而自然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好好爱护自己的偶像 在后面给他支持 加油打气就足够了 而不是相互争吵热气事端 这样不光是对偶像的影响不好 也会让偶像心里感到难过 能看出团队对赵露丝的生日相当重视 除了租来鲜花拱门和彩灯 他们甚至还为赵露丝准备了一束手捧花 在众人的比叶簇拥和彩花下 赵露丝被惊艳到单手扶脸大声尖叫 整个人显得异常开心与亢奋 赵露丝应该是过了个通宵party 当晚的他身着黑色低胸玩礼服 再配上一头微卷长发和金项链 整体形象显得贵气十足 细心的赵露丝一直在低头 给小伙伴们切蛋糕 看来即便自己是主角 但他依然很照顾身边人的感受 过生日当然离不开许愿环节 虽然只在双层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 但赵露丝依然虔诚地双手合十闭言许愿 在24岁就已经达到 事业巅峰的明星并不多 也不知赵露丝的愿望 究竟是希望多拿几个奖 还是明年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呢 要说赵露丝的这个生日 也算是足够奢侈了 因为团队总共为他订了四个蛋糕 其中还包括一个双层的和三层的 三层蛋糕的花式和赵露丝身后的装饰一样 都选择了他最爱的紫色 而赵露丝的礼服颜色则和背景不相得一张 不管是构图还是画面都美不胜收 这次来参加赵露丝的生日的有小20人 不过为了保护隐私 赵露丝都给众人的脸打了马 大家也都选择用背对镜头的方式和赵露丝合照 坐在CV的赵露丝对着镜头甜美微笑 能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为其庆生 可以说是相当幸福了 赵露丝圈内最好的朋友是男星张九敏 其动态仍然停留在三天前 似乎并无任何表示 不过张九敏上月庆生时 赵露丝也没有公开祝福和留言 看来两人应该是私下里约好了保持低调 毕竟他们经常一起旅游聚餐 形影不离 最让人一难平的应该就是乌磊了 尽管乌鲁克陶西批粉各种送祝福 但作为前搭档乌磊在赵露丝这天 竟然跟他零互动 既无留言也没有公开祝福 这拙是显得太尴尬 外界一直把赵露丝误当做是乌磊的新女友 看来乌磊这么做应该也是为了避嫌吧 生日会布置以花为主题 一方面24岁正是女孩子最好的青春年华 比喻赵露丝开的如花灿烂的人生 另一方面代表着赵露丝事业蒸蒸日上 经过几年的历练 以成功升级内于顶级流量小花行列 以至赵露丝的代表作有 传闻中的陈千千 长歌行 我喜欢你 哦我的皇帝陛下 且是天下 心汉灿烂等一波剧集 从演小网剧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赵露丝很厉害 成绩也是相当亮眼 日前赵露丝凭借热部剧《心汉灿烂》 荣获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 这也是他给自己24岁生日的最特别的礼物吧 而剧中的男主爵士演者吴磊 也同样获得了该殊荣 暑期当得古装剧《心汉灿烂》 豆瓣评分7.7 与苍蓝爵 沉香如蟹 孟华鹿 被称为今年国内四大孤偶剧集 深得观众们的喜爱 包括赵露丝合作过的男演员杨阳 刘雨宁等 都受到了粉丝的催促 但估计他们为了避嫌 不会在公开场合送生日祝福 但有时候粉丝多了也挺令人头疼的 尤其是CP粉和微粉之间 总会有各种矛盾 有人爆料 在赵露丝生日前几天 赵露丝生日单人大屏 被乌鲁克陶CP粉投诉下架了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 一开始乌鲁克陶CP粉 买了无类赵露丝的双人大屏 还打算在北京 重庆 深圳 杭州等地投放 结果被赵露丝微粉投诉 所以CP粉气不过 也投诉了微粉买的大屏 还放下狠话 你不忍 我不义 刨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小儿最喜欢的姻缘图还是这一张 其中便包括赵露丝的角色寂静 粉丝把赵露丝诠释的所有角色 堆积成一个三角形 有陈千千 陈少商 甜枣 白风希 李乐燕 桑奇等 除了粉丝 赵露丝的闺蜜也纷纷是爱赵为其轻生 曾出演过贵中美人欧的皇帝陛下的演员宋南希发文 祝我最心爱的女孩生日快乐 爱你一如往昔 一往情深 宋南希还是爱出和赵露丝出游的照片 两个女孩牵着小手笑容灿烂感情可见一般 赵露丝的闺蜜兼合作伙伴霸小新 也是爱出视频为赵露丝轻生 24岁的赵露丝被亲友簇拥着过生日 还有闺蜜粉丝送祝福 着实是幸福 但在CP粉看来 更想让吴蕾为其轻生 吴蕾和赵露丝合作了新汉灿烂之后 便衍生出一大批CP粉 幻想着两人的各种可能 在赵露丝生日之际还不忘给两人披上合影 合影中赵露丝手拿蛋糕刀闭眼笑 吴蕾则从身后还助赵露丝 两人一黑一白强烈的身高差都显得分外般配 再一次让CP粉为之狂欢 不过在赵露丝生日之际 狗仔的一则爆料登上热搜第一 让吴露可逃CP粉身表扎心 热搜第一上赫然显示着 内与CP假的 狗仔爆料时代少年团全员直男 文宣王权富贵 吴露可逃博军一笑 第一性引力这些CP都是假的 对此有CP粉表示扎心了 但也有人觉得 我的白月光必须是真的 我可我的管他真的假的 如今吴蕾的评论区也已经沦陷 有质疑他在赵露丝24岁生日之际 却无动静催促他感情送祝福 其实不只是吴露可逃 很多演员在剧播完后 都衍生出一大批CP粉 至今无法出息 还上升到了真人 追星要理智 科CP也很正常 但在自己的小小世界幻想就可以 切莫上升到真人或其他人 以免给别人带来困扰 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粉丝 都需要谨言慎行文明追星 但是如果粉丝之间闹事 最终伤害的不仅是粉丝 还有自己的偶像 外界会对艺人本人有不好的评价 记住一句话 艺人和粉丝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好